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順便打環節啦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正傳奇觀卡 那我們上次基本上應該還在我們這個絕滅海洋城喔 然後這一次基本上還是一個大駱駝碼頭 這個超級臉歌 上次就是被這個紅色臉歌咬到一個爛掉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到底該如何是好不好 我們上次是用這套隊伍 欸 不是 這個是我們通關的隊伍 我們上次是用那個... 有那個誰啊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美人魚的隊伍對不對 我記得我好像是用這隊 對 用這隊打的 然後裡面基本上是那個... 有紅色的這個臉歌 然後還有這個黑色的這個小敵人 那目前來說紅色臉歌稍微比較尷尬一點點 那我們這邊把這個... 換成魔劍士格格試試看好了喔 我們先針對那個紅色敵人來七塊買幾雷 畢竟一想到這個紅色敵人的這個大殺手呢 哲平每一次基本上都是會派上我們的這個魔劍士格格的喔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那我們就看一下到底該怎麼辦喔 好 那這邊我記得一開始我們好像就是要先存錢嘛對不對 對 要先存錢 然後我們可以先出一隻坎坎五貓 好像是出一隻未來貓就夠了 好 然後就過去讓牠們被咬死 欸 快點 下一隻快出來 牠打塔啦 喔欸 喔 nice 嚇死我了 再咬一下 nice 再咬一下 把牠們打飛 不要打死喔 不要打死喔 不要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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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完了 各位 再見五百百 好 一萬三千五百我覺得應該是夠啦喔 好 來了 一萬三千五百的這個Fu呢 喔唷 不是不是不是 我怎麼突然開到加速了 欸 白癡 我剛剛 我剛剛一開始 是把加速關掉了 然後我這邊原本要開就是那個慢速的 然後就給我這邊 按個加速直接爆開 完爛了 臉哥我覺得要優先先解決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臉哥先解決一切都好處 這邊吃個這個 未來貓 未來貓 這邊我們點魔劍士葛哥看看啊 魔劍士葛哥應該沒辦法那麼快殺死他們 我覺得還是疊看看我貓好了 不要再咬了 不是 他們為什麼都要這麼兇狠啊 這在哭幾點啦 阿怎麼這樣就噴出來了 感覺這邊還是黑色小敵人蠻多的耶 難怪我那個時候會帶那個 那個什麼 帶那個外送貓 感覺這邊重點好像也不是這個臉哥 因為我們都沒有打到臉哥 那反正是那邊小敵人在那邊亂搞 尤其是黑色的 所以 重點可能還是黑色小敵人 那換一下那個 小地藏看看好了喔 哇白癡 小地藏氣化買幾咧 我們看一下喔 黑色敵人 還是用那個美魔貓啊 美魔貓這邊會不會有機會啊 感覺美魔貓應該是可以弄一波的吧 我們先來小地藏試試看 這個小地藏 然後美人蠻應該也不需要 因為那個臉哥其實 也沒幹什麼事情 然後 我剛剛想誰 剛剛想誰 完了完了完了 黑色敵人的誰誰誰 黑色敵人 重機看看好了 我剛剛想誰啊 完了我真的好老喔 完蛋的時間 老到一個不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小地藏哪還有誰 小地藏跟誰可以扁 他一直在咬耶 他怎麼打都打不死耶 天哪 還得靠康康五貓 我的天 到底在幹嘛 我想一下喔 剛剛的話 紅色敵人 然後 黑色敵人還有誰可以靠 完了 不是 為什麼我都衝那麼快啊 完了死定了 啊 我想起來了 美魔貓啦齁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 可是我怎麼出到果熊啦 我怎麼出到果熊了 傻爆眼 出小地藏至少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 這邊至少還是要有人 哇 還是要有人搞這個臉歌耶 好 那這樣看起來香貓是絕對不行的 那就 美魔貓試試看 我今天根本就是在 測試隊伍大環節 那我上次基本上是可以用那個耶 犀利巫師去扁耶 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可能打不贏 好 這樣子 走起 大駱駝碼頭 哈哈哈 又是被咬爛的一天各位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這樣應該可以擋吧 叫我這三隻擋 看看我貓是不是 沒辦法 那個啦 一次面對那麼多啊 我覺得先這樣子 然後 先存錢了 因為我覺得他 有下一隻 有下一隻有機會 好 然後就這樣慢慢存 咬死我吧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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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死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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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NICE 可以 來了 各位 16500的局啊 這個 安排得好應該還行吧 然後我們現在就看一下就是那個 究竟那個惡人組跟美魔貓 還有小地藏有沒有辦法 升任 但後面還有那隻鵝啦 所以也是挺麻煩 那個鵝其實 也是還蠻麻煩的 算是一個 挺麻煩的這個角色 還是我們應該帶個冰晶女王貓 你們覺得 冰晶女貓好像也沒有到就是 一定可以暫停到這個 就要先看一下那個鵝的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總火效果 它的攻擊距離能不能打到我們冰晶女王貓 如果可以的話那一樣很慘 各位來走起 我們的 大陣要來了 我們就是這樣直接一直疊過去 管他 我這一次基本上也沒帶什麼太多的這個超級貓貓 就只有一個開連組的 其他都不是超級貓貓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我不帶超級貓貓 我在幹嘛 這才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哲平了是不是 沒有大家想看到的哲平大概就是 一直搬車的我 這個我是知道的 美魔貓這樣疊起來應該是可以 可是我沒什麼錢哲 太扯了吧 沒什麼錢哲 但是剛剛臉哥他們已經 往後退了喔 看來我們只要把他們給解決應該就ok了 就會有滿多的麻尼麻尼了 是是是是 看來我們這樣的做法是正確的 打回去了打回去了 應該剩下這個了好不好 這個 超級 古代蝶蝶 超級古代蝶蝶 那我們大概也只能用二人組來扁了喔 好 錢包現在看起來非常非常充裕 美魔貓這邊 清這個小敵人也清得非常非常的還不錯 所以 看起來我們這一次的選擇是對的喔 美魔貓確實可以打爛這些小敵人 不愧是美魔貓啦 這個清小敵人專業就是他們了 現在就要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有效的清除這個 恐怖的這個 後面還會有來臉哥 所以還是得清這個臉哥 真的很麻煩耶 因為我們又沒錢了 死定了喔 又沒錢了喔 很缺錢耶這一關卡 太缺錢了吧 搞什麼毛病鬼啊 超級缺錢耶 快快快快這臉哥快讓他死好不好 有有有死一隻 但我覺得這邊我們現在缺缺的是打那個 打那個 古代種 但是這個惡人組好像扛不住耶 恩主沒辦法把這個鵝給弄死 所以可能還要再追加一隻能夠打那個 鵝的這個 超級貓貓嗎 要不然是我們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輸出全部都疊這個惡人組 然後美魔貓可能也沒辦法先疊了 然後 未來貓 然後惡人組 現在如果只剩下他們兩隻的話 那就是用他們兩隻 用這些來打 惡人組這邊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是三坦這樣子 這樣子 要不然可能會 NO MONEY啊各位 NO MONEY NO MONEY保證啦 拜託拜託拜託 可以捲死一隻 感覺再加一隻那個耶 如果能夠再加一隻那個 翻掌貓是最好的 不知道要不要帶 現在就是在這邊死耗 反正只要把這個 飛蛾耗死 那個臉哥就不是對手了 哈哈哈 那這個打小敵人專業啊絕對是美魔貓啊 這邊這關的話 美魔貓跟這個 小地藏都很重要 他在幫我們消掉這些敵人的 然後目前來說你就是 打完之後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後面就只會一直出這個 古代種的這個小敵人 然後把這個鵝打死之後就更不用擔心了 我們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出一些 雜七雜八的東西 那主要來說 還是非常非常建議就是那個惡人組 跟其他的東西出出去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未來貓繼續打 感覺那個 惡人組好像也沒辦法打到幾下 哈哈哈 但這關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所以這關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最重要的撲破口應該就是 小地藏跟我們這邊換上的這個美魔貓 尤其是這束手美魔貓應該 虧到蠻多之下這個小敵人的 所以他應該就是今天的這個本日大工程了 還是我又漏看了是哪一些貓的努力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哲平知道喔 這邊就是慢慢的料理這隻 口臭臉哥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因為他也沒辦法就是太推線了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些 過來的這些小敵人都打死就ok了 康康五貓好像 就能不能打到一下或兩下 那如果不行的話我們這邊還是 還是疊那個誰 還是疊我們這邊的這個 二人組就可以了 狗狗狗狗狗狗狗 二人組噴一下 二人組噴兩下 就這樣慢慢繼續耗掉好了 大駱駝碼頭應該是這個系列裡面的最後一關啦 如果沒記錯的話 挺麻煩的 還是那個啊 就是 那個波動大嘴才是啊 因為我忘記波動大嘴我 我前面的那幾個禮 這幾天有沒有打到過了 挖兩隻耶 共兩隻出來了 完蛋完蛋 小心點 錢包超級不足 因為沒有人 沒有沒有掛掉啊 沒有東西掛掉啊 其實我們是不是不用出到那麼多盾啊 出兩隻就好了是不是 出大款牆跟那個就夠了 我一隻使兩隻 好像出大款牆跟這個就夠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剩下的錢叫更多隻的這個二人組出來 吧 不是啦 這臉都活很久耶 這在幹嘛 活太久了吧 我們現在要飛腳貓來一下 飛腳貓衝我出去嗎 我這樣騎馬可以衝到一下而已 飛腳貓狗狗 對他只有撞到一下而已 讓only one 就一下攻擊 一下attack 對 衝到一下 然後這邊砲也開一下好了 有輸出總比沒輸出好喔 撞一下 拜託的 臉哥快死好不好 你已經活很久了 夠了 夠了 那個古代鵝都死了 該換你了 還是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派的就是二人組 要派的是飛腳貓啊 因為他都可以灌到一下 然後他用690塊 然後生產CD又很快 是不是灌他一隻就可以了 可是二人組打的比較痛喔 不要跟我說我現在要被反打了 那我會很好笑 完蛋 是不是要被反打了各位 剛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可能要被反打 現在被兩隻了耶 這個初級頻率很快耶 改回來改回來 變二人組主導 因為二人組走過去的時候好像 也是沒有辦法打到幾下就掛了 但是他們對這個古代種的敵人是有善於攻擊的效果 善於攻擊都還是會被 還是會被擊退耶 那也是挺麻煩 開個貓炮 繼續刷 那其實再帶一隻超級貓貓就ok啦 只是我沒有帶啊 帶個ED應該更輕鬆一點點 因為我想說 剛好 帶一些就是大家比較常用的 貓戰就是這樣啦好不好 打過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 你不用帶超級貓貓 只是你要打很久 不知道這關會不會有黑熊 應該是沒有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那個就是 關卡打很久然後的那個 舉白小人 跟那個就是 黑熊蹦出來了 已經好久了 都沒看到了 大駱駝碼頭 半隻駱駝都沒看到 騙人的名字 不是啊 很硬耶 很久耶 開始加速 然後我們開始加速搞不好就爆開了 搞搞不好 讓這臉個見識一下 加速了手術的威力 持續很久一段時間耶 不會在那邊把他磨死吧 天阿 磨爛磨爛 又回歸了這個 三盾牌的這個時間了 加速一下加速一下 所以來說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這個 二人組他們就是 都只摸到一下 都只摸到一下然後就死光了 所以才會就是比較麻煩 我這邊試著出一隻看看五毛看看好了 看看五毛好像 對他打不到半下 我打不到半下 可憐喔 可憐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 古代種小敵人喔 又會來把他擋一下 超誇張 可是我們慢慢的這個錢包 又變比較高了 那可以出這個飛腳貓了 出來扁一下 出來扁一下 偷扁偷扁好不好 二人組偷扁 飛腳貓也偷扁 他真的活很久欸 我們已經把那個古代蛾打死 已經很久了 怎麼他還活著啊 是甚麼意思 太扯了吧 什麼意思 這隻有到這麼硬嗎 不是吧 今天臉哥不想休息喔各位 他想要繼續在這邊 告訴大家他有多有毅力各位 還是因為這一次每次這個 那個甚麼小敵人出來然後都被小敵人擋到 然後我們都打不到臉哥 會變成這樣的局面嗎 好不好有可能 你看 像我們這邊的話 又是被他打回來了 然後這個攻擊可能都是打在那個誰 就是打到這個小敵人身上 然後臉哥這邊又沒被打到幾下了各位 沒辦法我們現在也很 很缺錢啊 所以只能這樣叫 哈哈哈 好久喔 你要死了沒 超久欸 可能平常都是超級眼壓啊 沒甚麼感覺終於 好久 我的天 那等於是我們剛剛在打那個鵝的時候 應該是半下都沒有打到那個臉哥 所以輸出才是這樣不夠 然後大駱駝碼頭的話呢 我覺得前面這些小敵人啊 應該是可以交給我們這個 快速手 我們這個快速手美魔貓 應該是沒甚麼問題的 那大家是用甚麼方法打這個關卡呢 你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無邊無際的死海啦 這關啦 下一關才是我們的波動大嘴 那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這個三星人的波動大嘴 到底會怎麼樣子囉 那今天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